改變什麼呢 有次數限制的話 那我就在哪裡呢 在Wire迴圈上面 增加一個什麼 Input 請輸入你要猜拳的次數 比如說我不要一直猜 最後要按4太麻煩了 我就直接輸入3好了 就玩3次 3次玩完完就停掉了 只是說你可能要列一個清單 到底誰輸誰的清單要把它記下來 把它記下來可能你就要把那些資料 再怎麼樣 再記一個變數 不過這個可能就是自己再試試看 那如果說我今天輸入次數 假設輸入3 丟到3 丟到這邊的話 那我這裡的話 用4回圈會比較恰當 所以我就把這個WireE冒號 把它阻擊掉 在後面呢 Enter改成什麼 改成4回圈就好了 for i 什麼呢 Enrange 那range的部分的話呢 我就刮弧 那幾次呢 就是從1 到第幾次呢 因為我輸入次數啊 假如是7的話 不過聽後面一個嘛 所以再加1 才停下來 到1 比如說3好了 它123 有沒有 因為4停下來了 所以理論一定要加1 如果沒有加1好像會少一次 OK 好 冒號 這樣子 程式應該就寫完了 所以其實 如果你將來呢 回圈要懂得活用 不是說有的人 每次就只會用一種 然後 不知道兩者之類的差異 而且 其實不管是不是Python 其他語言也是一樣 如果你們將來去 也許會遇到其他語言 現在業界蠻多也還是用Java 其實我以前也是教Java 最早是教Java OK 然後 我是覺得 很像這個程式以前也是Java寫出來的 我只是把它拿過來改而已 差別在哪裡呢 所以差最多就是那個大瓜 因為以前Java 或者C++ 裡面一堆大瓜糊 哇真的很麻煩 大瓜糊有頭沒尾就錯了 而且有時候你大瓜糊頭跟尾 中間一堆 因為大瓜糊頭尾 中間又頭尾 頭尾 我每次只要少一個大瓜糊 你就頭痛了 但Python好處就是他用那個 階層TAB 去取代那個大瓜糊的概念 感覺就清爽多了 哇整個程式 因為一個大瓜糊就各佔兩行 各佔兩行 所以那個光行數 Java看起來就很嚇人 那Python馬上就少很多了 另外Java一定要宣告 宣告那個變數 而且宣告的時候還要宣告 它的形態 就是宣告名稱之外 還要宣告它是什麼 sinteger s3 sdouble 你就一定要給它形態 Python不用 所以光宣告部分就少很多了 另外的話 Java還有更麻煩的 就物件導向觀念很強 一定要物件 那Python也有物件導向觀念 可是你可以不用物件導向來寫 沒關係你可以暫時可以避開那個地雷 因為很多同學光學Java 每次光學Java那個物件導向 就頭暈了 OK 那當然 以我的角度來看 因為不是每個人都這麼高手 不是一下就這麼厲害 所以像VBA有些寫法 也是人家書裡面都用物件導向寫 因為他們是高手 但後來我發現 我們用物件導向寫給同學看 每個都昏倒了 後來我發現 我暫時先避開物件導向 那你說老師 物件導向比較厲害啊 其實厲害但是問題是大家看不懂啊 而且大家寫不出來啊 這難道是好事 後來我思考一下 還是先求把程式寫出來 為第一要務 所以後來我寫的方式盡量避開物件的寫法 不是說沒有物件 因為偶爾還是需要用到物件的概念 可是盡量有些地方可以讓它簡化 那你說它有什麼差別嗎 其實物件有點像是你今天 你需要一個杯子 對不對 那你會選擇去工廠訂做一個之後 再開模做一個 還是直接買一個回來 沒有要看 如果你只有只需要一個 你買回來就好 但如果你需要的是一百個一千個一萬個 當然要開模啊對不對 不過一般我講過來 可能也是市場的關係 台灣市場太小了嘛 所以你有可能你會需要有這麼大的市場 去為了一個東西寫一個模組 去就是要做某些事情 除非你市場夠大你可以這樣做 但你市場很小 而且你只是一個小公司 那就不用了吧 直接就可以做完就好了 所以訴求點在這裡 可能跟各位講一下 好那這邊的話 我們回到這邊 就是加一個這個4圍圈 那這樣的話 我們就可以執行它 就加兩行 請輸入次數 輸入三次就好 不要太多 Enter 這個時候它就開始了 而且這4圍圈 因為經過4圍圈 它只會run三次 這個時候是第一次 所以我這邊的話就輸入1 OK 我贏了 OK 它輸不 我輸入2 平手 我輸入3 我輸了 所以應該是贏一次 平手一次 輸一次 不過它已經停下來 因為4圍圈結束了 OK 也不會有了 再自動離開 不過當然你可以給訊息說 次數抵達 然後就離開 但你要print出去 最後另外還需要什麼 後面可能一個清單 你的什麼 那個 你的record 你的那個紀錄 把它列出來 有沒有 就是你輸贏的次數列出來 那這個當然請各位自己再寫一下 後面我就不寫了 請各位自己再把這個完成 OK 那所以透過這些例子 主要是讓同學了解 那個回圈的使用機制 還有時間點 也不用特別去把它使記這些東西 並且可以靈活的應用 大概是這樣 那接下來的話 我們下一個階段 我們就要先來看一下 有關證照考試的部分 那證照考試其實 基本上呢 1到5類的題目 在雲端上有 所以你們可以看一下 雲端上面這邊 然後目錄 其實基本上我們 講到今天 已經把大概1到5類的東西 應該都講完了 OK 所以其實我們效率還蠻高的 今天是第三次 對其實你會發現 真的耶 有點用飛的 不過我是擔心 大家能不能吸收啦 我是怕說 最重要的是你要聽懂 而且要去做 OK 而不是我跟你講了一大個理論 不過而且我基本上 沒有秀很多簡報 沒有一直秀一些理論的東西 但為什麼 因為我發現你懂那個理論 是因為你做出來了 你做出來之後 你就知道為什麼了 比如說你跟人家 跟你講Fore迴圈是什麼 我想你做過一輪 你大概就知道 什麼叫Fore迴圈 什麼叫Fore迴圈 你大概應該也慢慢有概念的 什麼叫變數 什麼叫邏輯判斷 這些也許慢慢的 大概就相對有概念 所以它這裡面呢 這個回圈部分呢 其實就是第三類 對不對 那所以呢 其實我們可以一二三 那當然呢 這邊每一題啊 我只有給雙數題 原因 我有講過 OK 我們就不要再多講了 因為有時候講太多 那個 那個 基金會人會跟我講說不要 對也是啦 那所以呢 第一個請各位先看一下 就是第一類的題目 那第一類題目 我大概demo第一題 給各位看一下 第一題的話 其實它主要要考什麼 考你會不會格式化 其實格式化這個關鍵字 就是Format 有沒有 Format 還記得吧 我們Format前面有 取了幾題嘛 第一題也許是類似像什麼 小數點的第二位 有沒有 點2F 大瓜壺 大瓜壺中間加個冒號 點2F 還記得吧 取到小點第二位 第二個好像那個 九九層發表有沒有 我們有大瓜壺 那裡面沒有沒有做任何東西 就大瓜壺 那只是把值丟進去而已 Format 那其他還有什麼東西呢 還有這一題主要就是說 它的那個 如果它的格式 需要什麼呢 需要你輸入的值之後呢 它的欄寬為7 意思就是說呢 你輸入的值丟到這邊之後 比如說丟這一個 它放在這邊的話 前面會有一個符號 OK 然後呢另外就是說 7個 7欄意思就是說 裡面要7個字 那如果不足7個字 它前面要空下來 OK 所以這邊的話基本上就是 後面23.12這個前面會有兩個空白 然後呢 跟第二個數字 把這個第二個數字 把它怎麼樣 搬到這邊來 這個 有點難寫 放到這邊來 然後中間加個空白 那如果也是一樣要7個字 最後的話呢 就是再加一個這個符號 那它其實要分成兩次輸入 一個是什麼 上面這兩個是靠右對齊 後面這兩個是靠左對齊 也就是說你輸入 假設它題目一出來 就是要你輸入四個 四個值 就上面這四個 輸入完之後呢 它就格式化兩個不同的 一個是每一個裡面7個字 空白 然後7個字 那前面這一次是靠右對齊 下面這個是靠左對齊 就是大概這樣 考其他主要的目的 其他細節 也許各位自己看一下那個 題目裡面的說明 它這邊都有寫 只是說我覺得它寫的 有時候看完之後也不知道 不知所云 有時候乾脆直接看它 到底輸入輸出是要做什麼 就比較快理解 那要怎麼做 我大概demo給各位看一下 基本上第一個呢 你可以開一個新的module 不過我建議這個新的module 請各位就開一個新的專案算 因為這個也許 是不同的練習 所以你可以other 也許我建議你可以開 在新的module裡面 新的project裡面放新的module 那下一步 也許這個專案叫TQC plus 所以你就打一個TQC plus OK 然後底下的版本一樣 反正就3.6 應該3.7 最高 記得create source 然後finish就可以了 它這邊就有個新的專案 然後再來的話呢 就是在這個src上面按右鍵 new什麼呢 other一樣是那個我們new module OK 在src上new module 那名稱的話我取 也許叫什麼A102之類的 然後把這個地方建一個新的這個module 那再來的話我就稍微run一下 這個地方它其實基本上 run一下就可以看一下 基本上我run完之後的話 這邊呢它其實沒有任何訊息 它因為它這個地方只是純粹輸入就好 所以它不需要請輸入四個數字 它這有說設計 它沒有說要你 沒有做得很貼心的我是覺得 OK 那所以我們就把這四個字 把它輸入上去 我偷懶一下 我用複製的 那你一般考試它會給你那個紙本 那你要自己打上去 把它輸入上去 假設我已經打上去了 那最後一個enter 我需要把這兩個格式化 先靠右對齊再靠左對齊 然後每一個就七個字的寬度 那我們來看一下有沒有結果 enter OK 得到了這個結果 這個 實際上就是這四個先做一次靠右 再做一次靠左 OK 那這樣要怎麼做 首先的話大概有幾個重點 第一個 上面的輸入 我要讓它輸入四次 輸入四次的話呢 四個東西嘛 所以你需要有四個input OK 那input一定是文字嘛 所以要轉型 OK 我們來看一下 這地方基本上不困難 程式呢 好像只有八行 所以第一個我們把它input input OK 所以你會發現上面這四行 主要就是輸入一二三四個東西 那我前面就給它四個變數名稱 OK 那再來的話會有個問題 前面我們本來input的前面 如果它轉換成數字的話就int 不過特別注意喔 這邊我好像用的名稱 用的函數喔 不是用int 為什麼 因為呢 你如果用int會有個問題 對會有小數點 但是如果你用flozer可不可以 其實這邊也可以喔 如果你用flozer 所以這邊可能要不就是用flozer 轉換的時候用有沒有 我們那個bmi那一體用flozer 要不呢 你用另外一個function 叫eValue eValue eValue 其實就value 這個eValue意思喔 蠻 我看官方的那個 它的說明是這樣 因為輸入是有雙引號對不對 就是自串 那eValue的這個函數 主要是把雙引號拿掉 拿掉之後的話呢 比如說它本來是數字 整數它過來就整數 它拿掉如果是有伏點的話 它就是伏點 好 意思其實有一種轉型的方法喔 所以如果假的你to runflozer之外 你可以用eValue 我習慣用這個啦 那這個當然跟各位講一下 它就比較不會因為你用int轉型 就把小數點去掉這個問題發生喔 所以底下都一樣 那我把它放N1 2 3 4 所以四個輸入 四個輸入之後的話我要排版 欸 排版 那排版關鍵的話 特別注意 不過可能會有同學會對於那個排版的規則喔 會不太清楚啦 所以我這邊已經幫各位整理好了 這邊有一個 試題解答程式嘛 在這邊喔 那你就可以把它打開來 好 在那個最後一個檔喔 那以後考試入鏡 好這個說明這個之後也也許有把它講完 如果你們要考試前可以再說一下 那底下的話 我有貼一個叫Stream Format的相關的方式 它的用法喔 這個用法裡面的話大概有幾個重點 就是說呢如果你要幾個字的話 就是在冒號後面加上它的數字 比如說10就是說你格式化之後它就十個字啦 那因為我要七個字 所以你就七個字就好了 OK 那因為這一題它有小數點的第二位 所以就點2f 所以喔基本上喔如果這邊有一些相關規則 可以自己稍微看一下喔 那如果說我今天希望做出來的結果 長得像這樣子一個這個符號 然後所以喔寫的方法我這邊print 我這邊再做一次給你們看 這邊喔基本上呢就是你第一個就打一個printer 然後刮符對不對 那一樣呢先格式 所以格式化前面它的規則一定是什麼 一定是一個這個符號 所以你要找一下這個符號 在那個enter上方去按住喔 然後呢再來就是後面呢你要看一下 這個這個符號先輸出 然後後面這個是一個變數 變數後面的話是一個空白 而且這邊一定要七個字喔 所以這個這個東西之後要塞進來 所以這邊會有一個變數 那我們就一個小一個大瓜符 然後呢先打個冒號啦 所以formator反正你大瓜五裡面 要格式化中間一定是一個什麼一個這個冒號 那至於就是說那個相關規則 各位可以參考一下我雲端上面底下的這一個 然後這邊有一個什麼冒號後面要幾個字的話 那我們就用什麼 七個字的話我們用七 然後取到小碎點第二位的話就點二F OK 這樣的話就把它格式化好了 再來的話呢空白 因為我希望七個字 然後中間加一個空白 特別是喔 這邊它 你中間只有一個空白喔 OK 不是兩個空白喔 因為我之前剛開始練習這個時候錯 卡很久就卡在這裡 因為它空白也有限量 你不能一個空白跟兩個空白 結果它就是錯 它那個空白的數量喔 多一個少一個都不行 所以你還要算得剛剛好喔 好 那再來的話就是下一個字 下一個字的話其他規則跟這個一樣 所以我把這個規則一樣把它複製過來 好 然後就是這個七個字取到小碎點第二位 而且中間加一個空白 那第二個字也是一樣 再來就點什麼 點Format 所以就把那個Format打上去 然後刮虎 就因為兩個刮虎嘛 所以就給兩個變數 第一個變數就N1 豆點N2 OK 這樣就第一個就完成了 那第二個的話呢 就是把這個再複製一下 C嘛 那再把N3跟N4放在後面 所以下一行 N3N4 OK 那再來的話再把這兩行複製一下 貼一下 貼一下你想說還在改哪裡 特別注意喔 還有一個規則可能注意一下 因為呢我們要靠左對齊 靠左對齊的符號在哪裡呢 特別注意喔 如果你未來希望那個字裡面假如有空白 你希望靠左還靠著對齊很簡單 你就加一個小於的符號 其實蠻好記的 因為小有點像箭頭嘛 只向那邊就靠左 然後那個方向就靠右 不過因為數字本身 預設就是靠右對齊 所以如果你不加就靠右 至中對齊是哪一個呢 就這一個 剛剛好 這個符號還蠻好記的 就剛好中間 OK 所以如果你底下這個要靠左 這個地方要靠左對齊的話 就在這邊加一個小於的符號 意思說幫我置圓的那個地方靠左對齊一下 這個靠左對齊一下 好 這樣的話理論上應該我們就完成了 那我們來試一下 一樣我就把這個裡面幾個值 拖來這個先把它偷偷的複製一下 這樣練習會比較快 執行一下看看我OK 執行 那我就先輸入四個值 因為它不會跳 因為input的我們裡面沒有訊息 所以意思說直接輸入就對了 輸入一個 輸入兩個 輸入四個 當然你要全部取到小於的第二位 而且全部都是七個字 Enter看看會不會成功 Enter OK 錯了 哪裡錯呢 忘了加什麼 加那個 後面還要加一個符號 所以這邊再補一下 把它複製過來 好 所以這小細節可能要自己加一下 讀在這裡 好 這樣就OK了 我再執行一下 理論上這樣應該就是我們要的結果 當然 因為N2沒有加下 對對對 OK 這樣 這裡嗎 第三行 再加一下 對 好 所以要很小心 這個考你細心 就這樣 不過還好就是這個測驗 它是有一個當場 現場可以馬上知道對還是錯 如果你做完對不對 然後把它存檔 存檔之後你把這個檔案上傳到它的系統 它會馬上亮綠燈 表示這一題OK了 你可以往下做 這一題就十分 你就拿到了 如果錯 就紅燈 紅燈你就把它重新再改完 然後再存檔 再上傳一次 他就再測試OK 然後直到OK為止 所以有時候我也 考試的時候也會遇到就是 我忘了加某一個符號 錯了 看 對 改完 上傳就綠燈了 所以你要一綠綠燈 綠燈 然後當然不用說全部100分 你只要70分及格了 你就可以離場了 已經就通過考試了 不一定要說拿到100分 那有人一定要全部對的話 然後另外還有一種可能性 就是你可能其中一題 一直卡住一直錯 怎麼辦 像我的習慣就是先跳過 先不要做 先做下一題 反正你想要70分就及格 你不要為了某一題 然後卡住之後 就讓其他本來會的 你都跳 就本來可以拿到證照 就拿不到證照 OK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所以初體驗一下 第一個先建一個專案 然後建一個A102好了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試一下 其他這個證照考試的相關的那個流程 規則 也許大概就跟各位說明一下 也許細節部分呢 還是以那個 我放在雲端上面的這個試題說明為主 所以請各位稍微看一下 那我大概只是示意一下 將來考試大概就是你要輸入四個東西 Enter 要看到底下的結果 所以理論上我們準備 你就先看輸入輸出 再看說明 因為有時候說明看半天 還是不知所云 所以最後我乾脆看那個 它底下的那個輸入輸出 有時候還比較能夠知道 到底上面在寫什麼 OK 試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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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